罹难者家属手拿鲜花 重回当年新马车站事故现场 而18号也是不用马出轨 反复事故判决结果出炉的日子 宜兰地方法院宣判一审结果出炉 司机邮郑仲因擅自将ATP系统关闭 造成18名乘客死亡200多名情重伤 判4年6个月 而前台铁机务处副处长柳灿黄 前台铁综合调度所所长吴荣卿两人无罪 因为那个弯道事实上在规定上 还有号制上显示是 以普云马的列车的等级来讲的话 它应该要降速到75 所以整个过失主要大概就是 何亭认定就是 有信司机是因为擅自不予规定 然后擅自关注这个ATP导致的 而当时负责检查测试项目的 时任台铁机务处的柳副处长 为将ATP远端监视系统列入检验测试程序中 导致普云马电联车在未查之ATP未作动 就投入试营运 而究竟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个疏漏 为什么会没有检查到这个ATP远端监视系统 是因为日商住友公司跟日车公司 所提供的这个文件里面 就这个项目 事实上就是疏裂的 就疏漏的 另外无信被告这个部分 他在这个普云马电联车的采购案 所负责的部分 他仅是在列车试运的试运转的阶段 负责调度车辆的行车调度 其实他并没有参与的整备测试 制造商的文件疏漏 再加上柳副处长在主持 清协市电联车136辆购案 技术资料总检讨会议时 已经依照规定召集相关技术人员 进行会议审查后 又经认证公司认证程序确认无误 因此何怡婷认为 不应该负起过失责任 台铁产工也发出新闻稿指出 不应该把结构性的问题 都推给第一线出事的员工 组织不能谢责 台铁也应该落实改革 同时也认为这个判决结果 无法取信于民众及员工 未来也将持续监督揭蔽 提出真正能预防事故发生的解方 还给国人及台铁同仁平安的铁路 原是新闻Gram一顾 宜兰市采访报道